原创文章 身材更是打击公认的非常好,而且杨幂也有一双非常好看腿,其实娱乐圈里这几位女性的腿是非常惊艳的,而且加上身高优势,能够像她们拥有一双大长腿也是很多女生的心愿,就如被称作长者非常清纯的邻家女孩郑爽,早前因为处理寻意小被大家熟知,而且郑爽身体看起来身体骨架也是属于比较小的类型。 早前在有婴儿肥却是不是可爱,如今变瘦最初更加了一点成熟,不过郑爽的腿依旧是十分惊艳,毕竟有着168厘米身高的她,即使穿平地也丝毫不影响一双大长腿的美观,加上骨架更显得郑爽的腿非常瘦非常长,在娱乐圈里心里的是非常出众的腿了,同样与郑爽有着同样身高的迪力热巴,也是有着一双令人惊艳的大腿。 即便刚开始迪力热巴之初也配着因颜值太高,受到很多人的关注,逐渐的迪力热巴也是成为炙手可热的一线女明星。 迪力热巴更是有女王发的气质,在路人镜头下迪力热巴依旧非常美,就连女生都会忍不住回头看迪力热巴的身材的。 可见迪力热巴自身形象的优势果然非常大,要不怎么会成为很多网友的女神呢? 除了上面两位都是168厘米的郑爽和迪力热巴腿态经验之外,这位女性也是丝毫不逊色。 那就是身高足足有172厘米的古丽奈扎,与迪力热巴相同的是,古丽奈扎同样也是长着有抑郁风情的脸,而且十分有辨识度。 古丽奈扎出演的电视剧也都是大家追捧的作品。 论古丽奈扎的颜值身材其实也是一点都不是郑爽和迪力热巴,同样也是有着女王范。 特别是古丽奈扎的腿也是非常惊艳,要是对比这三个人的大长腿,其实也都是势之力敌。 但是古丽奈扎身高足足有172厘米的身高,相对于郑爽和迪力热巴,古丽奈扎被网友直呼吸引半的身高,所以大长腿看上去是更长更细。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三个人的大长腿,在娱乐圈里十分负重的,而且也是完美地过了腿太细,导致的导致腿型不完美。 看了他们的腿,减肥的姑娘是不是更有动力了呢?网友们觉得谁的最好看?